好再来17题 中面上8点34分的时候 分针和时针的夹角是多少度 OK 好 在讲这一题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 两个永远不会变的概念 第一个叫做时针 时针一个小时是走几度 它一个小时会从 12走到1 所以它一个小时 是移动了30度 OK 时针一小时移动30度 所以它一分钟它会移动 它会走 记得30除以60 它一分钟是走0.5度 OK吗 再来 分针的部分 它一个小时 分针的部分 一小时它走一整圈嘛 所以它一个小时走一整圈 是360度 所以它一分钟 会走掉 会移动 会移动 6度 OK 两个永远不变的概念 先讲一遍 时针一分钟会走0.5度 那分针 一分钟会走6度 这个观念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8点34分时 它们的夹角怎么算呢 好 我的方法都是这样 先把它们假设为8点整的时候 来我们来看8点整 好 8点整的时候 两针 要开始比赛了 两针要开始走路 以分针来讲 我们先看分针 它34分钟 一分钟它会走6度嘛 所以34乘上6 6是24638 所以是204度 也就是分针的这时候 会在204度的位置 好 老师稍微改变它一下 34 再来 那我的十针呢 十针它本来在什么位置上 记得喔 十针是先偷跑的喔 它已经走到8了 所以一格是30度 它其实已经偷走了240度了 再来 这个34分钟它也会走 它怎么走 34乘上0.5 对不对 因为它一分钟走0.5度嘛 所以叫做240 10加上17 它叫做257度 也就是我的十针 它在大概是257度的位置 好 假设到这边好了 所以它们的夹角是几度呢 孩子 它的夹角是几度呢 我用257 去扣掉分针是204 所以相减就会得到53度 也就是它们的夹角会是50 3度 OK 好 很抱歉喔 老师刚刚有把它跑错 34应该是跑到这边 不好意思 34是跑到这边 想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OK 这一题是这样 答案是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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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